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学校里的南侧被烧成了一片焦黑 而整间厕所是面目全非 看得出起火的时候火势是相当的惊人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高雄的福山国中 那么今天早上九点半左右 有老师是发现教室旁边的南侧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因此就立刻报警 并且帮忙把上课中的师生全部都疏散到操场来避难 全校总共有两千名的学生到了操场 并且赶快戴上口罩 而消防队赶到场之后紧急扑灭火势 接着开始检查起火点 幸好这一起火警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 而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整间学校就恢复正常上课 至于为什么南侧会突然起火 有外传说疑似是电线走火 但消防单位表示 还要在经过进一步的鉴定之后 才能确定详细的起火原因